要钱不要命 永州这个地方,河多江多 所以,永州人大都善于游泳 五六岁的小孩便能在河里吸水抓鱼 大人们的水性更是了得 有一天,几个永州人同乘一条小船过江去 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地聊着天 其中的一个人说自己出门去做生意几年了 现在回来看看家人 他带了一个包袱在身边,时刻不离左右 传道江心,麻烦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前些时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 使得江水猛涨 现在忽然起了风,江面上掀起了巨浪 一个浪头打过来,小船承受不了 船尾破了一个大洞 江水猛地灌了进来 小船很快就沉了 船上的人见事不妙 纷纷跳下水,游泳逃命 奋力地向前滑去 那个先前一直带着包袱的人喘着气 两手上上下下拼命滑水 可是尽管他累得够呛,还是游得特别慢 他的同伴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 咦,你一向非常擅长游水 怎么这一次用尽全力,却还是落在后头呢 那人气喘吁吁地回答说 我跳下水之前,把包袱里的一千枚大钱取出来缠在腰里 特别沉重,所以游起来分外吃力 又过了一会儿,这个人越来越划不动了 眼看有沉底的危险了 他的同伴为他着急,提醒他说 你把钱解下来扔掉吧 那人累的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拼命地摇了摇头 功夫不大,那人实在游不动了 就快要沉下去了 而其他的人都已经游到了对岸 看着他干着急,又蹦又跳地对他大声喊道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眼看命都快保不住了 要钱还有什么用呢 现在丢掉钱还来得及 快扔掉钱,快扔掉钱呀 那人还是一个劲地拼命摇头 怎么也不肯把他的钱丢掉 最后他终于精疲力竭了 和他的钱一起沉到了江底 钱是身外之物 怎么会比命还重要呢 再说,命都丢了 拿什么去享受钱呢 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 实在是要不得啊